女孩只要和男人对视三秒 就能变成对方眼中的理想型女友 她凭借这个特殊的技能 获得了大量高富帅的追求 一路走向人生巅峰 瑶瑶嫁给我吧 我爱你 只要你答应我 马上我老婆脸 女孩名叫宋瑶 小时候她观看流星的时候 眼睛被流星的碎片划伤 从此她就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技能 那就是和男人对视三秒 自己就能变成对方眼中的理想型女友 这次她的目标是一位房产大鳄 只见她脱下墨镜 眼睛变成紫色和对方对视 男人瞬间进入幻境 把女人看成是大明星薇薇安 男人赶紧将宋瑶请过来坐下 此时她拿出一份电子合同 邀请对方在上面签字 房产大鳄神魂颠倒的上面签了字 任务完成后 她以上厕所为由离开 谁料此时发生了意外 男人瞬间发现自己被骗 赶紧让手下去把她抓起来 宋瑶眼看逃不走 赶紧躲在一个酒柜处 谁料她的出现 打扰了另外一部人的行动 继承川推倒酒柜 直到宋瑶竟躲在这里 继承川担心女孩影响自己的计划 赶紧追过去 她一把将女孩推倒在墙边 然后假装和对方接吻 不想被发现就别动 宋瑶看到抓她的人已走远 嘴里骂了一句死变态 就生气地离开 好在今晚的行动没有出现意外 男主和女主都顺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宋瑶因为这次行动 获得了20万的用金 她成功帮助母亲交上了住院费 另一边继承川拿到了 成天集团二公子的血液信息 她这次从国外回来 就是要抢走集团的总经理职位 并且拿回母亲的一大笔资产 看着突然出现的继承川 舅舅特别好奇 继承川和母亲明明已经被火烧死 她怎么还可能出现在这里 面对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父亲首先要做的就是DNA检测 从结果中可以看到 继承川确实是她的儿子 从继承川口中得知 当年家里发生火灾 屋里死去的是母亲和秦明 而她自己躲在柜子里逃过了一截 之后 她就一直被秦明的父亲收养 继承川表示 这次回到集团 除了要抢回总经理职位 还要拿走属于母亲的巨额钱财 殊不知 父亲早就考虑到 有这么一天 她为了防止别人抢资产 一直把前妻的手写声明 放在保险柜 从声明中可以看到 继承川要想拿走这笔资产 除了她本人出现 还必须要有母亲的私人印章才行 也就是 这两者缺一不可 最重要的是 母亲当年已经把印章融化成了项链 并且在继承川周岁的时候 送给她当作生日礼物 如果继承川拿不出这条项链 那么这笔财产依旧是属于父亲 盼着父亲嚣张的模样 继承川又想起了当年的火灾 她咬牙切齿地表示 这条项链自己一直随身携带 因为项链在时刻提醒她 当年父亲对她和母亲做了什么事 一周后 集团要举行股东大会 继承川让他们把文件都准备好 一周后 她会带着项链出席 并且在所有股东的见证下 这个扎爹 应该不会再做出出格的行为 他们相信 我是继承川了 那就太好了 原来此人并不是真正的继承川 她这次进入董事会 到底有何目的 另一边宋瑶 居然接到了成天集团董事长的新任务 这次她的用金是50万 而任务目标就是继承川 宋瑶必须接近继承川 打听出项链的下落和样子 是她 女孩只要和男人对视三秒 就会变成对方的理想型 让男人爱上自己 可这次她的特异功能 对富二代继承川却不管用 能放手了吗 啊 原来女孩今天的目标继承川 并不是本人 眼前的男人原名叫秦 秦浩 他之所以假扮成继承川 就是想调查清楚 15年前的那场大火 当年秦浩跟随父亲 去继承川家里玩 谁料家里突然发生大火 秦浩因为藏在柜子里躲过一切 不幸的是 父亲和继承川 以及继承川的母亲都被烧死 记忆模糊的秦浩手里 只留下一枚钮扣 而这枚钮扣正是成天集团定制的 秦浩现在怀疑 当年的火灾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秦浩这次假扮继承川的目的 就是进入成天集团董事会 寻找当年火灾的真相 眼下要进入董事会 必须拿出继承川母亲 当年留下来的项链 继承川努力地回忆过去 他依稀记得 这条项链送给了一位小女孩 其中唯一的线索 只有海之梦照相馆 他让两位同伴 去宇州岛的海之梦照相馆 去找出当年在照相馆 所有留下来的照片影片 与此同时 宋谣也接了一个50万的用金任务 他的目标也是帮助成天集团 寻找并确认这条项链 宋谣来到攀岩馆 接近继承川他 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 和对方对视三秒 可没想到 继承川对他竟然不来电 也许是因为继承川并不是继承川 所以宋谣的特异功能才会失效 另一边同伴已经回来 他们从照相馆 找到了当初所有的冲洗照片 因为有几张底片 受潮严重无法冲洗 继承川并没有找到 有关小女孩的线索 自从诱惑继承川失败后 宋谣就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 于是他又来到酒吧 找富二代测试 只见他摘掉墨镜和富豪对视 果然宋谣成功变成富豪眼中的理想型 他成功迷惑富豪 并进入了酒吧 殊不知 他的目标对象继承川此刻也在里面 原来成天集团二公子 为了阻止继承川进入集团 他竟拿出五百万的支票 想买走继承川手里的那条项链 二公子威胁他 要么拿钱走钱 要么今天就躺在这屋里别再出去 可没想到继承川还是个恋家子 他轻轻松松就把几个人全部撂倒 就在此时 宋谣再次找到了他 既然自己的电眼魅力没有失效 宋谣打算再次和继承川进行对视 你看着我的眼睛 只见宋谣摘掉墨镜和他对视 本以为继承川可以为他着迷 可没想到 继承川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可就在此时 一位富二代突然打扰了他们 你干嘛呢 继承川被对方误会成大色狼 此时男人开始介绍自己 继承川毫不在乎地准备离开 此时圣思琳的大哥突然出现 大哥主动向继承川道歉 还把圣思琳臭骂了一顿 可回头看到最美女神 他的心还是扑通扑通跳 而宋谣却露出万般无奈的表情 隔天手下 为了尽快寻找拿走项链的小女孩 他们把继承川的一张酒店照片 发到网上 并且配文寻找时的她 此消息已经发出 数十名女孩第一时间打电话报名 在考试现场 有些女人看起来能当他们的奶奶 有些女孩看起来似乎在上学 此时一位女孩 映入继承川的眼帘 没想到 宋谣居然也报名来参加考试 随后 继承川开始给大家发考试卷纸 宋谣看到试卷立马笑出声 没想到这些题全都被闺蜜压住 再加上自己以前曾住在宇州岛 她觉得 这次考试 自己一定能通过 并且顺利接近 继承川看到项链的模样 考试结束后 宋谣的成绩竟然排名第一 可继承川却先把她的名字拔掉 在最后公布完名单之后 宋谣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她生气地跑过来理论 结果直接被人给插了出去 接下来 继承川要问女孩们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2006年7月28日 两个人在海边游玩的时候 女孩当时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 大家面面相聚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就在此时 宋谣又冲了进来 只见她气势汹汹地 朝继承川走过来 没想到吧 被你刷掉的我 就是你苦苦寻找的 女孩为让流氓欺负自己 竟然主动要求脱衣服 一会有什么手段 尽管对我招呼 此时看着远处出现的称哥 宋谣才意识到 这不是同伴喊来的群演 原来宋谣之前利用电眼魅力 骗称哥签订了离婚协议 今天称哥过来 就是要好好教训她 就在小混混准备动手的时候 继承川霸气出手 英雄救美 一人之力 将几个小混混全部打趴下 此时 称哥拿出小刀 准备刺向继承川 而继承川则用手臂挡了一下 导致受伤 听着远处传来的警笛声 称哥赶紧带人逃跑 宋谣看到 继承川手臂流血她 赶紧拿出纱布进行包扎 就在他们准备起身 去警局做笔录的时候 继承川也看到了 宋谣脖子上的伤痕 他小心翼翼地 也去给对方擦拭 经过刚才的一幕 两个人成为了所谓的朋友 殊不知 他们都想从对方的身上 找到那条 可以获得足额现金的项链 隔天继承川开着豪车 来找宋谣约会 宋谣担心对方图谋不轨 声称自己忘了拿水 可继承川却表示车上游 接着宋谣说有点老 回去拿个衣服 继承川再次体贴地拿出衣服 给他盖上 宋谣刚第三次借口回家告诉同伴 继承川则直接起身 帮他把安全带系上 随后两个人就来到服装店买衣服 继承川一眼 就像中这条性感的深V低领裙子 只要宋谣穿上这条裙子 里面的项链就会露出来 继承川就能确认 这是不是自己要找的项链 可下一秒 当宋谣换好衣服 直接让继承川愣住 怎么样好看吗 接下来继承川将执行第二套计划 两个人一起来到西餐厅吃饭 可此时富二代圣思林再次出现 继承川为了不让对方打扰自己的计划 他出去和对方理论 宋谣趁此机会赶紧给同伴发消息 不久后继承川的同伴假装成调酒师 他假装调酒故意把自己绊倒 可就在此时 红鸡为酒刚好被另一位服务员挡住 原来女人是宋谣喊过来的救兵 无奈继承川的第二个计划还是以失败告终 两个人简单地吃了点牛排 他们相互邀请对方一起跳舞 跳舞时两个人都在找机会摸对方的脖子 宋谣在摸到里面的项链后 他立即给同伴发消息拉电闸 想一次把项链从内衣里面拉出来 与此同时的圣思琳正在外面放烟花 他想利用烟花来打动宋谣 伴随着烟花结束 屋里的电闸重新被服务员拉上去 刚好继承川看到了宋谣脖子上的项链 而宋谣并没有确认 继承川脖子上项链的模样 此时圣思琳从外面推着玫瑰花进来表白 看到玫瑰花上面的火焰 继承川再次想起当年的火灾 他瞬间感受到窒息 赶紧找借口离开这里 眼下距离任务结束只剩两天时间 可宋谣还没有确认项链的样子 他为了50万用金竟然决定牺牲自己 主动邀请继承川一起去游泳馆鸳鸯戏水 女孩每次执行任务 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性感妖娆 他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看到男人脖子上的项链 为此他自己穿得特别暴露 主动邀请男人来游泳 可当男人站在他面前的那一刻 宋谣整个人都猛逼了 继承川一本正经地向他解释 这件泳衣采用要撕的 专利绿钉橡胶涂层 游泳式保暖效果特别好 除此之外 这款泳衣的材质拉伸性能也特别好 在水里的阻力也特别小 非常适合在泳池里游泳 这样说你明白吗 明白你个大头鬼呀 宋谣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他没有热身就直接跳进水中 然后用力地将头发甩起来 水花再丽的作用下飞溅起来 此刻的宋谣就像是个出水芙蓉 他一边叫着承川哥哥快下来 一边在水中嬉戏 继承川看他的眼神都直了 可很快继承川就提醒他 游泳之前最好还是做一做热身运动 否则是很容易抽筋的 话语刚落 宋谣就因为脚抽筋失去平衡 继承川健壮赶紧下水救人 哇哦 这水中的宋谣更是令人着迷 很快继承川就把他抱上来 不久之后 两个人就出现在医院了 原来宋谣因为游泳不小心发烧了 此刻继承川也发现了宋谣母亲住院的事实 看到宋谣特别害怕扎针 继承川赶紧过来用手挡住他的眼 一直等到宋谣看完病 继承川才提出要亲自把宋谣送回家 来到家里 继承川以喝咖啡为借口 让宋谣给自己做一点咖啡 在这期间 他赶紧到处寻找有用线索 原来继承川来这里 也是要找同一条项链 果然在家里的照片墙上 继承川发现了这条项链的照片 没想到这条项链一直留在宇州岛 随机继承川提出要和他一起回宇州岛 而宋谣也觉得 两个人一起回老家 可以触景生情 到时候气氛一来 宋谣就可以拿到继承川身上的项链 隔天两个人就一起去了宇州岛 他们走了很多小时候喜欢去的地方 在眼前的这个灯塔里 他们看到了继承川小时候 留在这里的音符记录 也正是因为继承川多看了眼 才避免他在之后的饭局中 没有被拆穿假身份 两个人游玩了一天 晚上宋谣回老家去真知娃娃 继承川要找的项链 就是娃娃上面的这条项链 这是当初继承川亲手送给宋谣的 宋谣看着娃娃 又想起了出车祸的母亲 心情不太好的他 躺在沙发上逐渐睡着 眼看明天八点就要准备补动大会 为了顺利进入成天集团董事会 继承川只能瞒着宋谣 悄悄偷走这条项链 第二天的董事会上 继承川成功拿着项链出现 他凭借这枚印章 如愿以偿地成为成天集团总经理 并且拿到了林书留给他的巨额财产 在成天集团的新闻发布会上 继承川刚打算回答记者一系列的提问 宋谣却突然出现在会场 扬言要拆穿继承川的假身份 继承川刚想起身便捷 没想到意外和女孩对视了三秒钟 此时女孩的特异功能突然起作用 继承川瞬间被其吸引 然后走下台 默默地来到其身边 就在女孩准备说出继承川身份造假之时 他直接用嘴堵住了女孩的嘴 听到记者在一旁问起女孩的身份 继承川才从刚才的幻觉中清醒过来 他赶紧把宋谣拉到外面 生怕露馅 听着宋谣大骂自己是个骗子 继承川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他还是忍不住要去亲吻对方 看到宋谣紧闭双眼 继承川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此刻宋谣才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是自己的电眼魅力生效 他转过身 我是继承川 宋谣没想到 这个人的意志力这么强大 面对自己的电眼诱惑 竟然还能扛下去 眼下成天集团已经承认他 就是继承川 现在无论别人怎么说 继承川就是继承川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继承川脑海中再次想起了宋谣的模样 怎么会连生气都这么可爱 为了弥补对宋谣的欺骗 继承川让好兄弟用钱把宋谣给打发了 那条项链就当是花钱给他买走了 以后他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女人 可殊不知 宋谣又接到了一个新的订单 宋谣寻找项链的任务失败 他将50万用金还给了雇主 谁料雇主表示 他们的合作继续有效 舅舅把支票推到宋谣面前 希望他继续接近继承川 并且把继承川所有的行动 如实汇报给他 晚上宋谣刚回到家 就收到继承川助理送来的100万 听说继承川要和他撇清关系 宋谣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 他拿着100万支票来到外面的车上 然后将支票塞进继承川的衣服里 既然继承川已经是成天集团总经理 那么当总经理的女朋友 以后的财富绝对不仅仅是这100万 宋谣拿出手机 找到热搜新闻 谣言要和他一起假戏斟作 宋谣再次启用特异功能 他用手扶着继承川的下巴 然后盯着继承川 撒娇式地问他 愿不愿意和自己谈恋爱 继承川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尽管他没有做出回答 可宋谣却自作主张 表示他已经答应谈恋爱 临下车前 他还故意用手挑逗继承川 你不可能不喜欢我 男人焦急地闯进花店 二话不说 就要拉着陌生女孩去民政局 现在距离民政局下班 还有两个小时 继承川必须在下班之前 把结婚证给领了 不久之后 两个人来到民政局门口 继承川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是去警察局自首坐牢 二是和他一起去民政局领结婚证 最终女孩只能被迫和继承川结婚 回到家当他亮出自己的小红本 两个闺蜜直接惊呆了 宋谣为了拿回签字自己的合同 他以自己的父母见面为由 主动邀请继承川建长辈 实际上他订的地点是一个废弃工厂 宋谣打算在这里动用武力抢走合同 看我手势拿下 不久之后 小助理开了一个超跑来到这边 路上汽车底盘不停地被刮擦 本来他只是想装装擦 没想到这个地方的路这么崎岖不平 小助理跟着百德导航来到一家废弃工厂 下车后 是不是把地址导错了 可小助理觉得导航肯定没有问题 接着两个人就准备进屋 小助理站在门后 谅言要给继承川打头阵撑场面 谁料他直接被里面的人拉进去 宋谣戴上头套 把他的嘴堵住 然后锁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面 又喝 还玩上剧本杀了 小助理没想到他们玩得这么喊 随即用手示意 东西就在衣服里面口袋里 当宋谣拿出信封 正兴奋地准备确认后 继承川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宋谣赶紧把头套取下来 才发现自己抓错人了 看着继承川向自己走来 宋谣赶紧把信封扔出去 只见闺蜜飞出去接过信封 迅速把他撕个稀碎 此时小助理也被救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护撕 谁料小助理太弱 一把被女人推倒 此时一个大油桶被弹飞 几个人赶紧把小助理送走 现场只留下继承川和宋谣两个人 此时继承川又拿出一个信封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份合同 宋谣眼看计划失败生气地离开 他骑上自行车 看着继承川又嘚瑟起来 哎呀 宋谣话没说完 就来了个狗吃屎 继承川走到他面前嘲笑他 谁料两个人的眼睛再次意外对视 宋谣的特异功能启动 继承川又一次被其吸引 他心里想着赶紧离开这里 可身体却不自觉地倒退 继承川把宋谣抱起来 放到自行车上 两个人就这样一路骑回了市中心 出身卑微的灰姑娘嫁入豪门 谁料进门当天就被人针对 这是他第一天回继家见长辈 刚进家门的他就被舅舅针对 这也算是飞上之头变凤凰了 继承川看不惯舅舅的说法 当即把矛头指向他的姐姐 也就是自己的后妈 因为这个后妈当初可是用尽手段 才把父亲搞到手 看到一家人争论不休 父亲起身单独把继承川叫到书房谈话 而舅舅则找到宋谣 调侃他真是好手段 这才短短几天就变成了继承川的妻子 宋谣丝毫不拒她的威胁 还要感谢您牵线呢 宋谣刚应付这个难缠的舅舅 继承川的青梅竹马静怡又过来找茬 女人一上来就骂她是个绿茶 还威胁她 让她赶紧离开继承川 其实宋谣早就想摆脱继承川了 看到有女人主动对继承川投怀送抱 宋谣赶紧开口 夸她们就是神仙眷侣 天生一对 她还让静怡出面劝说继承川 让继承川现在就把自己给甩了 然后八台大叫把静怡娶娶回家 你在那阴阳怪气什么呢 继承川过来霸气夫妻 她没有说话 拉着宋谣的手就离开了家 回去的路上 继承川特别生气 她真担心宋谣一不小心说漏嘴 把自己冒充继承川的事情说出来 为了已决后患 继承川提出 让宋谣搬到自己家里去住 同时 这也是父亲的意思 父亲不想因为继承川的婚姻问题 影响到集团发展 宋谣觉得继承川的要求太过分 她以前见识过继承川的变态 但是没想到 她还有更变态的行为 还是处女生的宋谣 绝对不会去卖身的 说吧 她就生气地让继承川停车 然后自己独自走路回家 殊不知 他们吵架的行为 全都被静怡看在眼中 静怡为了得到继承川 竟然做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 看着眼前如此漂亮的老婆 继承川慢慢地把嘴靠过去 想要接吻 而宋谣也很配合地闭上了眼睛 可下一秒 变态臭流氓 虽然这次没能说服宋谣 但是继承川绝不会就此放弃 早晚有一天 她会让宋谣和自己同居 第二天一大早 新机女静怡就不请自来 她嘴上说 是给继承川送甜点 实际上就是想来家里确认 她和宋谣到底是不是夫妻关系 在继承川吃蛋糕期间 静怡谎称自己上厕所 然后悄悄来到二楼卧室查看 你怎么在这 宋谣的出现 把静怡吓了一大跳 就在此时 继承川赶紧跟过来秀恩爱 静怡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只能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 临走前 继承川还不忘挖苦她 刚才送的蛋糕确实很好吃 宋谣看到 静怡刚离开就开始发飙 原来就在不久前 女秘书强行把宋谣榜架到了家里 并且打开水龙头 把头发打湿 故意给宋谣制造出 在家里洗澡的假象 幸亏继承川提前考虑到了风险 这才没有让她在静怡面前暴露身份 宋谣实在受不了继承川的折腾 最终同意搬过来同居 接着继承川把她拉到主卧卫生间 主动拿出毛巾给她擦头 然后还用吹风机帮忙把头发吹干 如此暧昧的举动 竟然让宋谣开始对她产生好感 到了晚上 两个人竟然双双失眠了 而继承川为了迎接宋谣的到来 竟然在凌晨三点 购置了很多装饰品 然后亲自给宋谣布置房间 一晚没睡觉的她 第二天一大早就等在宋谣家门口 她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和宋谣同居了 女孩找来顶级黑客 破解自家地下室的指纹锁密码 只见男人拿出一根电线 一头接在密码锁上 另一头接在破解设备上 然后则拿出电脑开始破解密码 尽管这个密码很有难度 但男人还是精准地破解出前十位 可破解最后一位密码的时候 指纹锁突然触发了警报 报警报直接传送到 另一头的手机客户端 继承川还真是小瞧了宋谣 随即她赶紧开车掉头回家 此时女人赶紧过来通风报信 眼看时间已经来不及 女人盖上电脑 拉着黑客赶紧逃 殊不知慌乱之余 连接指纹锁的电线没有拿走 继承川回到家 刚想问宋谣在家里干什么 紧接着地下室就传来一股浓浓黑烟 她赶紧冲到地下室去查看 看着门口的地毯在燃烧 她拿出灭火器 迅速将火扑灭 虽然火灾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可这却触发了继承川的应激障碍症 她惊慌失措地跑进地下室 把自己关起来 外面的宋谣不明所以地喊着她的名字 听到里面没有任何响声 宋谣小心翼翼地打开地下室房门去查看 结果看到继承川整个人昏倒在地上 她赶紧去桌子上倒水 然后帮忙把药给扶下 此时宋谣却意外发现了墙上的线索 她用力把继承川扶到客厅休息 想到地下室的线索 醒来后的她抱起宋谣准备去卧室 谁料宋谣因为晃动被惊醒 眼看事情已经瞒不住 继承川终于坦白自己的身世之谜 她告诉宋谣 真正的继承川已经死于一场火灾 她之所以假扮继承川进入成天集团 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 由于这场豪门斗争太复杂 继承川不想宋谣也被卷入进来 等到合适的时机 她会把所有的真相都说出来 隔天一早 继承川就拿出一份婚前协议 让她签署 继承川用她的黑材料相威胁 说自己的耐心很有限 要是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了这个点 最终宋谣很草率地 就签订了婚前协议 从此两个人就正式成为协议夫妻 可殊不知 继承川在这份协议里 给宋谣挖了一个大坑 老公 张于希这一生老公叫他 但凡是个男人都顶不住 不久前宋谣为了帮助继承川 拿到项目合作 她私下调查了老外的黑料 眼前这个老外婚内出轨 是情人 宋谣用这些黑料相威胁 希望她能继续和继承川合作 可让人崩溃的是 这个老外 竟然丝毫不畏惧这些黑料 只见她来到门口 将房门反锁 然后一脸猥琐地走向宋谣 你以为我的妻子会在乎这些吗 看到老色 披向自己走来 宋谣一脚 踢到她的二兄弟 然后赶紧跑到阳台 她打算沿着阳台 跑到隔壁的房间 这一幕 刚好被楼下的继承川看到 宋谣从房间里跑出来 慌张地往外跑 她刚打开电梯门 就碰到了前来支援的继承川 继承川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可是他们刚回到家 继承川就突然变脸 你要是摔成高位劫瘫 我可不给你报工伤 宋谣一气之下 要离家出走 谁料继承川用合约威胁她 如果她终止了合约内容 那么将会赔偿100万的高额赔付金 你算计我 宋谣生气地离开家 给小伙伴发消息 听到宋谣要赔对方100万 小伙伴赶紧发来消息 让她掉头回去服软 果然没过两分钟 宋谣就转身回家撒娇 她亲密地在继承川耳边喊老公 谁料继承川一把将她推了过去 宋谣真怀疑 她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随后她从柜子里拿出胶带 在家里设置了一条三八线 从今往后他们一人一半的电影 谁也不能月线过剑 你要玩事吧 我陪你玩到底 晚上继承川准备了丰盛的火锅 勾引宋谣 宋谣想过来一起食用 却被对方阻止 随后宋谣想到了点外卖 可是继承川却提醒她 外卖必须经过客厅是进不来 镜头一转 外卖小哥已经送来了晚餐 宋谣用一根绳子 准备把外卖吊上去 谁料此时继承川又出来作妖 她大喊一声美女 把宋谣吓得赶紧 把绳子扔掉 看着麻辣烫掉在地上 宋谣张嘴就开始大骂她无耻 晚上睡觉时 继承川突然被冻醒 她起身一看 发现地暖被射成了两度 这里是我做主 说不开就不开 继承川生气地一把扯掉三八线 然后把宋谣强势按倒在墙边 行使丈夫的权利 男人正在开高层领导会议 突然她被网上的一篇热搜新闻吸引 随即她二话不说 就离开会议室 原来这篇文章说的是 自己头顶绿帽 初恋情人公然出轨 这个初恋说的 其实就是现在的女友宋谣 而出轨对象 则是富二代圣思琳 此刻宋谣正在被一大堆记者围堵 还没等她开口解释 继承川突然出现 将她搂在怀里 继承川担心这件事 影响到宋谣的声誉 随即她当着记者霸气回应 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既然这海口都已经夸下 继承川就必须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回到家 她假装很生气 用刚才绯闻的事情 谴责宋谣 宋谣像得犯错的孩子 特别委屈 随即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也没说不愿意举行婚礼 继承川一听这话 小心地用眼挟视 然后浑身尴尬地转过身问她 是否准备婚礼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她内心一阵窃喜 然后赶紧说自己 先去看看酒店 之后的某天 继承川秘书就把静怡拦住送请柬 因为她已经调查出 昨天的新闻都是静怡搞出来 秘书今天过来 就是要警告她 小心一点 凡事有度 适可而止 与此同时 继承川带着宋谣去拍婚纱照 看着宋谣穿婚纱的样子 继承川一时间被她的美丽迷住了 继承川已经真的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妻子 不久后 婚礼如期举行 可是在婚礼现场 静怡竟然又开始作妖搞破坏 她偷偷把婚礼视频 换成了宋谣的黑料 婚礼正常开始 当思怡喊出欣赏惊喜节目的时候 静怡在台下坏笑 就等着看宋谣的笑话 可是一直过了很久 大屏幕上都没有出现惊喜 看到台下的人议论纷纷 宋谣转身到一旁 弹起了钢琴 大家听着听着 竟然逐渐入了迷 原来静怡在替换了视频后 她竟找到宋谣 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一会好好看视频 这女的简直就是个呆卦 这也是我见过最喘的小三 婚礼正常进行 可就在两个人互带婚戒的时候 宋谣突然收到一个消息 她掀开头杀 扔下婚戒就跑了出去 女孩大婚当天 突然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 她不顾众人眼光 独自扔下丈夫 跑开来到医院病房 她却被护士拒之门外 现在正在抢救 不能进 外面等 季城川也来到了医院 当听到医生说 手术难度大 情况不容乐观 宋谣哭诉着哀求医生 恳求她无论如何 都要救自己的母亲 无论花多少钱 她都愿意出 可医生却遗憾地告诉她 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 现在医院里没有医生 能做这种高难度的手术 季城川安慰妻子不用担心 接下来手术的事情 由她来安排 她第一时间给专家打电话 没过多久 专家就坐着私人飞机 来到了医院 手术室外 宋谣看着天花板的灯 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季城川则把她搂入怀中 安慰她 让她不要担心母亲 肯定吉人天下 会醒过来的 宋谣擦了擦眼泪 告诉季城川 小时候她在家里写作业 突然就接到一通电话 说妈妈出了事故 从那之后 妈妈就成了职务人 一直躺在医院 后来宋谣被好友收养 一直长大成人 这也是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她做事 总是很小心 不久之后 手术顺利完成 可是病人醒过来的几率 还是很渺茫 专家手术完成后 就赶紧离开 可此时 季城川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宋谣母亲出车祸的那一天 竟然和真季城川 出事的是同一天 希望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殊不知这一切根本不是巧合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成天集团 有人在背后搞鬼 因为季城川被逃婚一事 成天集团的股价 连日来疯狂暴跌 董事长希望季城川 能给董事会一个交代 季城川 则当着父亲的面下军令状 他将在一个月后 参加日月湾失地度假村的竞标 如果自己失败了 就永远离开公司 但是如果竞标成功了 他必须进入董事局 与此同时 宋谣为了帮助季城川 他竟然主动开直播 向网友解释 可是网友却觉得 他这是故意博同情 各路黑粉 纷纷开始骂骂季城川 而这也惹怒了宋谣 主动替季城川说话 我给他惹了多少麻烦 每一次不是他站在我前面的 原本大家都是吃瓜谴责这对恋人 没想到最后 被宋谣狠狠地秀了一波恩爱 季城川偷听到这些话 心里像吃了蜜一样 他主动进屋拉过宋谣的手 接下来 他将当着数十万网友的面 不仅要给宋谣戴上结婚戒指 还要当众直播接吻 真的被他们给填到了 女人正准备和老公接吻生孩子 谁料尽意外发现 手机还在开直播 他下得赶紧把直播给关掉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新鸡女看在眼里 果然没过一会 他就接到新鸡女打来的电话 对方要和他在咖啡馆见面 说说季城川的事情 你的好妹妹约我 我是独生子 不久之后 宋谣和新鸡女出现在咖啡馆 只见对方一上来 直接拿出一张五百万的银行卡 威胁宋谣 现在就和季城川分手 并且新鸡女用之前的黑料威胁宋谣 让她实相地拿钱赶紧滚 可宋谣不仅不担心这些事被曝光 还扬言自己和老公特别恩爱 任何人都无法拆散他们 新鸡女气得要拿起水杯朝她泼水 谁料宋谣赶紧用手阻止她 还嘲笑她 这都是爱情偶像剧里的老套路 现在别人都流行泼流酸 看到对方背对的无话可说 宋谣从包里拿出一打支票 嘲笑她 这里是一千万 不要纠缠季城川 她是我的 新鸡女被气得起身 直接离开 宋谣赶紧把支票拿起 缓了一口气 宋谣为了感谢季城川 主动给对方做菜 可第一次做饭的她 还不小心烫伤了手 季城川担心地 赶紧给她冲凉水 还温柔体贴地 给对方擦烫伤药 接着季城川主动起身去做饭 宋谣则给她打下手 这对协议夫妻 像正常夫妻一样 做了结婚后的第一顿饭 季城川甚至还偷拍了 她的照片发朋友圈 而这一切 又刚好被季城川的情敌 圣思琳看到 圣思琳愤怒地收买 两位小伙伴 她现在必须要做点事情 打扰宋谣的约会 喂 双双 瑶瑶 宋谣被吓得赶紧跑回家 到了家才知道 只是简单的水管漏水 宋谣让他们赶紧叫个水管工 过来修水管 结果圣思琳在一旁耍帅 表示自己就是个合格的水管工 可下一秒 季城川也跟着宋谣来到了家里 我一定会从你手上 把他抢回来 随后三人同行 来到度假村后厨 季城川觉得 后厨太单一 很难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 可圣思琳偏偏和他对着干 良言自己特别看好这样的后厨 这种操作台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 随后到了户外的园林区 这里是国外某顶级设计师 倾近三年时间设计的顶级园林 力求做到山光水色相得一张 季城川觉得 绿化做得不错 可是夏天蚊虫太多 容易影响客户的心情 你还是个人吗 这叫生态循环 随后三人又来到室外攀岩场 季城川觉得 这里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 很难应对一些突发的意外情况 盛思琳觉得 他就是故意挑毛病 随后主动要和他比赛攀岩 季城川来这里 就是为了考察项目 他才不想和盛思琳 做这些无聊的运动 可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看到了老婆宋瑶 随即他立马转身脱掉衣服 他要当着宋瑶面 狠狠打脸盛思琳 随后两个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就开始比赛 途中季城川 因为宋瑶的喊声分声 他差点从上面掉下来 好在他成功抓到一个星星 盛思琳趁机往上爬 想要赢得胜利 谁料季城川被激起胜负欲 只见他用力一跃 跳到旁边的高难度区域 不久之后 两个人同时到达了最顶端 盛思琳看着季城川 直接吓得瞪大了眼睛 这还是个人吗 他们无聊的比赛 无疑惹怒的宋瑶 你要是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上天啊 季城川拿上衣服 赶紧追过去 为了获得宋瑶的谅解 他只能把15年前火灾的真相告诉他 原来真正的季城川 在15年前被火烧死 他现在怀疑是成天集团 有人在背后操控这一切 而且宋瑶母亲在火灾同一天出车祸 并且 肇事司机和火灾凶手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 季城川的死和宋瑶母亲的车祸 都是成天集团所为 季城川之所以瞒着宋瑶 就是不想他跟着一起冒险 可宋瑶既然知道了真相 他决定帮助季城川 一起调查事情的真相 不久前 季城川为了度假村项目 做了一份标书 可就在竞标前两天 他的标书竟然意外泄露 很快所有的竞争对手都知道这件事 圣思琳为了堂堂正正赢得比赛 他竟然把这件事告诉了季城川 你那些机密标书 早就在业内人尽皆知了 果然季城川还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隔天就开始商量计划 准备抓到这个泄露标书的那间 三个人在商量计划期间 宋瑶一会送来水果 一会又送来咖啡 他们根本无法安心商量对策 你这已经不是偷听了 是聆听吧 宋瑶主动请英 不久后宋瑶就以季城川太太的身份去慰问员工 下午三点半是员工的惰性期 他给大家带来了咖啡和甜点 除此之外 楼下的便利店是公司员工八卦集结地 在这里他们可以收集到很多的私人信息 宋瑶的第三步计划就是打印机 秘书假装把咖啡倒在打印机上 然后顾子俊就以维修员的身份去检查打印机 果然他们发现有人在打印机动了手脚 标书就是通过打印机泄露 通过对公司员工的分析排查 季城川锁定到两位可疑人员 接下来他把成天集团的账号借给顾子俊 而他的计划就是请君入问 隔天上班时间 季城川带着屏蔽器来到办公室 从此之后 整个楼层将实行全封闭办公 以后没有季城川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把公司文件带出这个楼层 下班后 泪鬼第一时间给舅舅打电话汇报工作 眼下要想继续破坏季城川的竞标项目 舅舅只能从宋瑶下手 而对付宋瑶的人就是新姬女静怡 舅舅给静怡发送了一条匿名消息 声称宋瑶是个商业间谍 同时还把证据传送给了静怡 脑袋单纯的静怡没有多想 就准备对宋瑶下手 可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季城川和宋瑶的圈套 宋瑶为了好好地玩一玩静怡 他利用季城川的账号 答应静怡的约会 接下来 他将利用反剑技 来对付这个强大的对手 同时 为了不让季城川的演技暴露 宋瑶提出自己当老师 给他辅导功课 可谁料季城川总是找借口 趁机占便宜 他甚至把宋瑶逼退到沙发上 想要弥补洞房业 没有洞房的遗憾 白天季城川按照约定去约会 静怡为了让季城川和宋瑶分手 竟然从后面把人抱住 嘴里不断撒娇 让季城川接受自己 而这让隔壁的宋瑶 直接大吃一惊 服了 直接出道吧 季老师 就在宋瑶准备出面桌奸的时候 竟发现咖啡厅出现了意外 自己的追求者圣思林 居然出现在这里 你干嘛呢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一场桌奸大戏 没想到圣思林的出现 给原本平淡的剧情 增加了更多的精彩 眼看季城川的好戏 就要被人破坏 宋瑶赶紧出面原场 季城川你对得起我吗 宋瑶拉着季城川 赶紧逃离现场 幸好他们的演戏 没有被拆穿 季城川为了让事情更加真实 竟然当众扬言要和宋瑶离婚 很快这场桌奸大戏 就传遍整个公司 而公司的内鬼成功上钩 康姐主动找到宋瑶拉近关系 她劝说宋瑶主动和季城川生个孩子 这样就能利用孩子困住季城川 康姐为了利用宋瑶监视季城川 她主动出主意 让宋瑶在季城川的手机上 安装着监视软件 这样她就能24小时监控季城川 宋瑶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赶紧收敛起来 说这样做不太好 要是这样做 就被季城川一把从后面抱住 为了继续让康姐上钩 认为宋瑶被控制 隔天季城川和宋瑶 就在公司又上演了一出精彩好戏 女孩气势汹汹地去公司桌奸 你怎么还闹到这了 我闹到这怎么了 季城川赶紧把办公室的窗帘拉上 办公室的同事赶紧趴在门口偷听 只听到屋子里夫妻俩大吵大闹 甚至里面还传来各种摔东西的声音 原来宋瑶今天来公司桌奸 其目的就是获取康姐的信任 帮助季城川抓内鬼 差不多就行了吧 季城川质问宋瑶 昨晚自己没有回家 情敌圣司灵一大早 为什么出现在家门口 宋瑶没想到 季城川居然还会生气吃醋 为了哄她开心 宋瑶当着她的面跳起了舞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果然 男人都是需要靠哄 季城川成功地被她给逗笑 看到丈夫开心许多 宋瑶突然变脸 生气地离开办公室 康姐紧随其后 来到卫生间离间夫妻俩 宋瑶眼看时机成熟 赶紧拉着康姐的手 让她把监控软件发给自己 自己好把软件安装在 季城川的手机上 晚上宋瑶就把监控软件 安装上去 殊不知 他们又在软件上面 安装了一个反追踪程序 他们可以通过软件的信息 回传系统 反向追踪到康姐的IP定位 然后利用IP地址 获取到康姐的犯罪证据 处理完事情后 顾子俊交给宋瑶一个U盘 说这里面是 文件复制了出来 宋瑶好奇地 把U盘插进电脑 谁料里面的内容 把自己惊呆了 这居然全都是 自己被偷拍的丑照 宋瑶赶紧找到 季城川要查看她的手机 结果上面 居然还有更多的照片 她生气地 要把照片全部给删除 可季城川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她早把照片备份了U盘 宋瑶没想到 季城川这么鸡贼 在日月湾竞标前一天 汤姐成功从手机上 偷窥到季城川的竞标文件 她将文件交给了 自己的领导者 四 只要季城川竞标失败 他们就能顺利 把季城川赶出公司 竞标当天 季城川接到一通神秘电话后 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 果然在最后的结果中 季城川没有得到这个项目 按照之前和董事长的赌约 季城川必须卸任 成天集团总经理的职位 季总 可别忘了你签下的协议 舅舅如愿以偿 把季城川赶出了公司 殊不知 事情很快 还会重新迎来重大反转 不久前 季城川失去了度假村项目 她也因此被集团给开除 季城川刚走出公司 就被大批记者围堵 她本不想解释 有关集团继承人的事情 谁料此时宋谣 也出现在集团门口 记者转身 又把宋谣给围住 你是否会和季先生离婚 宋谣整个人都梦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记者的提问 为了不让季城川心里难受 她竟然直接拉着季城川抢吻 这一吻 直接说明了他们的关系 摆脱了凡人的记者 宋谣安慰季城川 让她不要担心工作的问题 以后只要姐还有一口饭吃 就不会让她季城川饿着肚子 看着此时此刻关心自己的妻子 季城川发现自己 好像真的爱上了这个女孩 此时季城川才告诉宋谣真相 原来竞标当天 季城川收到了一份文件 那就是度假村附近 准备建一个大型的垃圾处理厂 季城川是故意使用泄露的标书 让成天集团在竞标中失败 因为这件事比较紧急 季城川这才瞒住了所有人 宋谣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尴尬地赶紧转身离开 而季城川则发现自己 已经深深爱上宋谣 季城川打算表白宋谣 好兄弟觉得他问对人了 自己可是情场高手 对于追女孩 他有一万种方法 接着好兄弟就开始出主意 什么英雄救美 浪漫摩天伦 好兄弟讲的是有模有样 但季城川却总觉得不太靠谱 他自己偷偷从手机上 搜索表白的方式 接着他给宋谣发消息 邀请他明晚一起去游乐园 宋谣本来想拒绝季城川 但想了想 还是同意去约会 隔天晚上 季城川早早地在游乐园 布置了表白会场 看着上面的宋谣 我喜欢季城川 表现得特别满意 他抱着999朵玫瑰花 等待着宋谣的到来 然而一直过了约定的时间 季城川都没有发现宋谣的综艺 感觉大事不妙地 赶紧出去寻找 果然他在不远处的拐角处 看到了碎在地上的礼物 紧接着 他就收到被绑票的消息 季城川慌张地赶紧跑去停车场 果然他看到 宋谣被绑在一辆货车里 而他自己竟然也被人偷袭给电晕 谁料绑架他们的人 竟是公司员工康姐 原来就在白天 季城川解释了度假村竞标失败一事 他因为及时帮公司止损 董事长决定让他加入董事局 同时 季城川还表示 泄露公司机密文件的人 就是康姐 季城川并没有把舅舅捅出来 舅舅为了保住自己 亲自带人对康姐施行抓捕 谁料康姐恰巧躲过了这一劫 他为了逃跑 将季城川和宋谣绑架 还给董事长打电话 让对方签署一份 不追究自己的协议书 等他顺利离开后 他就会把季城川和宋谣的地址 告诉他们 殊不知 康姐再一次被人利用 镜头一转 他自己就死在了房间里 而杀他的凶手 就是15年前 烧死季城川一家的真凶 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和妻子被人绑架 他利用一个铁片 轻松将杂带割破 然后两个人疯狂敲打墙壁喊救命 很快季城川就发现 他们可能被困在海边的码头 这里应该是一个集装箱 季城川建议他们先睡觉休息 等明天一早有人上班 再全力喊救命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两个人继续拍打喊救命 可无论他们如何用力 外面根本没有任何动静 很快两个人就因为缺氧和饥饿 昏昏欲睡 季城川为了不让宋谣睡着 他们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季城川问他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宋谣回答是他们领取结婚证的时候 季城川问是否后悔认识自己 宋谣有气无力地回答不后悔 接着他就昏睡过去 与此同时 小伙伴们经过一夜的搜寻 终于找到了绑架他们的货车 他们通过货车的定位 已经找到这个码头 与此同时 富二代圣斯林居然也带人过来营救 没想到这小子关键时刻还挺有义气 大家地毯式搜索 拍打集装箱搜救 季城川听到外面有人的动静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发信号的办法 他脱掉外套 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 取下手表 狠狠地把它砸破 然后使用镜片 利用光的折射 打算引燃衣服 果然没过多久 衣服就被引燃 而他自己也再次触发应激障碍症 他亮亮呛呛地走到宋谣身边 躺在他的腿上 很快燃烧的浓烟 通过气孔冒了出来 很快 顾子俊通过无人机 就看到了浓烟 他赶紧通知大家 去F区集合 与此同时 杀手正准备过来 对两个人进行灭口 好在圣思琳来得及时 他抢先杀手找到了这个集装箱 不久之后 宋谣在医院病床上醒来 他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查看继承川的身体状况 好在两个人都没有大碍 此时 圣思琳带着水果来看望二人 作为宋谣的救命恩人 圣思琳表示自己 可以再受点委屈 把自己以身相许给宋谣 继承川和宋谣听到这话 简直无语死了 打发走了圣思琳 夫妻俩又开始甜蜜起来 继承川躺在宋谣的腿上 甜蜜地享受着爱的时刻 不久之后 夫妻俩出院 董事长为了给继承川一个交代 他邀请继承川 参加集团今年的年会 这下继承川距离15年前的火灾 真相越来越近 他马上就能查到 杀害继承川的真凶 不久前 继承川参加集团年会 董事长现场宣布 继承川加入董事局 在点燃象征美好前景火焰的时候 即时登台握住他的手 从宋谣的眼神中 继承川看到了自信和力量 最终夫妻俩合力点燃火 继承川进入董事局的第一件事 就是调查董事会成员的档案 他只要查到钮扣的所属人 就能知道 当年是谁出现在火灾现场 因为档案是存储的文件 都是机密文件 所以继承川只能一个人 在陪同夏进入 档案时 他以了解集团发展为由 找到了董事会成员的徽章信息 他打开后惊奇地发现 自己在火灾现场 找到的钮扣徽章 居然是属于董事长纪洪林的 接下来 他将亲自去核实 纪洪林到底有没有 出现在火灾现场 15年前的火灾真相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 晚上下班时 继承川突然被人拿枪顶着后背 他一猜 就是宋谣在搞鬼 果然宋谣今天过来 就是要给他一个惊喜 随后宋谣将继承川带到江边 睁开眼睛 继承川瞬间想到了小时候的伙伴 但很快 他就被宋谣吸引 看着眼前喜欢的女孩 继承川想到了宋谣陪在自己身边的场景 这一次 他竟然不再害怕火焰 以后每次脱米训练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不久之后 昏迷了15年的母亲 突然苏醒 得知宋谣和继承川已经领证结婚 母亲把宋谣托付给继承川 希望他以后能对自己的女儿好 不要辜负自己的女儿 继承川当着母亲发誓 自己会一辈子对他疼爱 不久后的圣诞节 继承川给宋谣送了一个惊喜礼物 前段时间 两个人遭绑架 宋谣的水晶球礼物被打碎 这次继承川 打算送他一个更大的水晶球 在这个球里面 继承川正式表白宋谣 两个人也从协议夫妻 变为正式夫妻 晚上继承川迫不及待地脱掉衣服 和宋谣激情似火地完成洞房夜的遗憾 这一晚 王子齐终于拿下章鱼西 清晨看着熟睡的妻子 秦浩忍不住再次吻了上去 继先生 这个新称呼甜诈了 他们如愿以偿 假戏真做成为真夫妻 早餐时间 秦浩看着漂亮的妻子都饱了 他忍不住去和妻子喝过的牛奶 你的比较好喝 等到了晚上 秦浩欣心念 还想和宋谣亲密 他一会摸摸小手 一会抓抓头发 宋谣被搞得心烦意乱 质问他 还让不让看电视 秦浩为了让宋谣赶紧去睡觉 他解释说 电视里躺在地上的那个人 就是凶手 宋谣一下气之下 就回屋睡觉 结果一开门 他以为自己穿越了 随即他关上门 再次打开 我床呢 秦浩为了和宋谣睡在一起 真是挖空了心思 宋谣看着他大变样 随即露出一声冷笑 这一晚秦浩和宋谣又来了一次 两个人的这个周末 真是愉快又舒畅 隔天上班时间 宋谣去医院 打听有关15年前的事情 从妈妈的口中得知 季城川家里发生火灾那天 季红林确实去了家里 为了进一步确定 季城川之死 和季红林有关 秦浩在元旦当天 带着宋谣回家住 没想到季红林 在前妻和儿子离开家之后 他一直把房间保留着 并且每天都会找人来打扫 难道季红林身上 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 宋谣为了知道 季城川母亲的遗物放在哪里 他在线人面前故意套话 一时间气昏头的线人没有多想 说季城川母亲的遗物 全被放在了阁楼 宋谣假装要回去休息 实则是和秦浩一起去阁楼找线索 果然他们发现了 这枚迷路纽扣 加上宋谣母亲的口述 秦浩怀疑季城川之死 一定和季红林有关 可让人意外的是 几天后 季红林去医院拜访宋谣的妈妈 从她的眼神举止中可以看到 15年前的火灾真相 可能另有隐情 小情侣不顾众人 竟在电影院积吻 这是把电影院当自己家了呀 此刻电影院的上方 秦浩因为太累 已经睡着了 宋谣则把她的头 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让她好好放松休息 隔天季红林 查到了宋谣母亲住院的病房 她带着秘书去医院 拜访宋谣母亲 想把15年前的事情说清楚 谁料她刚看到宋谣母亲 准备去谈话 就被一通紧急电话给教会公司 与此同时 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 视频中的男人 可能就是杀害康姐的凶手 秦浩放大视频仔细一看 这个人的手上 有一块胎脊 而此人正是15年前 火灾现场的那个纵火凶手 助理看了视频仔细一下 前几天 秦浩和宋谣被绑在码头集装箱的时候 这个凶手也曾出现在那里 并且还故意给他们指引错误的方向 此话一出 秦浩瞬间意识到 这个凶手可能一直埋伏在他们身边 而宋谣现在可能有危险 秦浩赶紧开车赶往医院 路上他不停地给宋谣打电话 可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此刻在医院内 杀手已经伪装成一名护士 他假装换药 把宋谣和母亲迷晕 然后把酒精倒在房间里 接着用火机点燃白纸 杀手这才放心地离开 此时秦浩也刚好来到医院楼下 看着宋谣母亲的病房着火 他不顾一切冲了上去 难道15年前继承川之死 凶手并不是父亲继红林 这背后也许真的另有隐情 随着警方对杀手的调查 15年前的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男人有大火应激障碍症 可他还是不顾一切 闯入火灾中救自己的妻子 继承川刚刚把宋谣推出房间 他自己就被强大的爆炸声冲击昏倒 躺在地上的他 再一次想起了15年前的火灾 原来当年藏在柜子里的人 是继承川 并不是秦淮 也就是说 现在的继承川 就是他自己本人 15年前 纪红林来家里 恳求妻子复婚 可是妻子并不能原谅他的出轨 而纪红林临走之前 衣服上的袖扣 不小心被继承川扯下来 秦浩为了安慰继承川 两个人挽起了捉迷藏 继承川这边 刚藏进柜子里没多久 他就看到妈妈 被一个男人打死 随后秦浩也遭到男人杀害 男人将家里的煤气打开 然后点燃一支烟 造成家里意外发生火灾的假象 继承川在这场火灾后 获得了创伤应激后遗症 他失去了火灾起所有的记忆 并把自己当错认成了秦浩 之后秦先生就把继承川 当作亲儿子来养育 当继承川昏迷醒来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想起了所有的事情 也就是现在的继承川 并不是秦浩 而是他自己 继承川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妻子宋摇 宋摇的眼睛在爆炸中 进入了一些异物 医生经过诊疗 现在引入大案 虽然继承川已经恢复了剂 但他为了宋摇的安全 还是选择暂时隐瞒真相 另一边弟弟继承安来医院 看望继承川 结果他刚好碰到了宋摇 宋摇本想利用电眼功能迷惑他 让他说出 有关成天集团股份的事情 谁料宋摇发现 因为前几天的爆炸 他的眼睛恢复了正常 没有了特异功能 晚上他把这件事 告诉给了继承川 本以为继承川会嫌弃自己 没想到继承川 直接用嘴堵住他说话 还说自己会永远爱他 隔天纪红林 准备约见15年前的一个当事人 打算把当年的真相公之于众 谁料他刚走到一个岔路口 就被大货车撞死 好在临死之前 他给继承川 发送了一个数字三的消息 继承川对父亲 被杀感到特别奇怪 难道父亲 并不是真正的杀人真凶 果然通过调查 警方在肇事车辆里 发现了窃听器 很显然 15年前幕后真凶并不是父亲 继红林还没等继承川 开始调查 真凶就主动找到了他 原来这一切都是陈景辉所为 这边继红林刚刚被杀 陈景辉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宋谣 想威胁让继承川 交出公司的股权 最终继承川 为了宋谣的安全选择妥协 他拿着陈景辉给的一笔资金 选择出国 然而就在他去机场之前 却发现自己的刹车被人动了手脚 最终汽车摔落悬崖 继承川也被警方公布 在事故中当场身亡 在继承川下葬当天 宋谣为了他 差点哭瞎双眼 一想到继承川含约而死 他就忍不住要查清真相 要把幕后主使绳之以法 宋谣再次集结正义联盟小队 他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就是陈景辉 因为继承川 在临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 就是他 而他们要想找到陈景辉的线索 就必须从外甥继承川那里 入手术 可让宋谣崩溃 意外的是 陈景辉竟然如此禽兽不如 他居然让杀手 对自己的外甥下狠手 继承川小心你身后 男人为了抓到杀害母亲的真凶 他故意开车坠落悬崖 伪造出自己假死的假象 只为了做局 引出当年的杀手 本天神给你安排地方 还不错吧 另一边被蒙在鼓里的宋谣 打算带着正义联盟小队 调查真相 他说服继承川帮忙 在真凶陈景辉的钢笔里 放置了追踪器 果然他们通过跟踪 找到了杀手十五的住处 五个人打算上楼围堵凶手 谁料宋谣刚走进电梯 就发生了爆炸 原来陈景辉的钢笔 被安装追踪器 他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他将计就计 利用外卖 把钢笔送到了一个工厂的 废弃大楼 幸好盛司林及时把宋谣拦住 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既然宋谣的行动已经暴露 那说明继承安的身份已暴露 他赶紧给对方打电话见面 没想到凶手已经来到其身后 看着楼上熟悉的身影 宋谣才发现继承川并没有死 他赶紧追过去寻找继承川 可最后还是跟丢了 无奈几个人把圣司林给绑了 在他们的言行逼供下 圣司林只能交代自己 与继承川的合作 在一处荒凉的住宅区 宋谣终于见到了继承川 他冲过来就是一耳光 然后紧紧地把人抱怀里 听了继承川的解释 原来他之所以选择假死 就是和警方一起设套作局 希望能找到陈景辉的犯罪证据 听了继承川的讲述 宋谣不仅没有退缩 他还要求和继承川一起联手 将真凶绳之以法 不久后继承川通过父亲留下的数字三 找到了15年前火灾的一位知情人 原来父亲一直有手写打字的习惯 这个三骑士就是万父亲被撞死那天 本来是和知情人街头打算查明真相 谁料半路被人监听 出现了意外 继承川通过调查也联系到了万先生 他们今晚打算在这里街头碰面 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 万先生刚刚露面 就被杀手从后面控制住 原来万先生当年是个燃气维修工 他那天刚好去家里维修燃气灶 不小心看到了陈景辉杀人的整个经过 他还拿出手机拍下了整个犯罪证据 继承川开车去拦截杀手 结果杀手被阻拦到一处悬崖 因为陈景辉曾对杀手有恩 所以杀手就算是自杀 也不会让陈景辉出事 于是他直接带着知情人老万选择了自杀 难道15年前的真相 就这样被死人给掩盖吗 好在圣思林又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他在夜总会的监控中发现 老万被威胁前 将视频证据塞进了一个男人的口袋 宋谣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 他就是和宋谣有着血海深仇的称歌 这次看你怎么逃 这是现代版的潘金莲 毒害五大郎 只不过不同的是 妻子打丈夫迷晕 不是为了去找西门大官人 宋谣轻轻亲吻了继承川 接着他就开始执行抓捕真凶计划 他在圣思林的带领下进入成天集团 陈景辉觉得宋谣是垂死挣扎 根本无足惧怕 今天是他担任集团董事长的好日子 他不想因为宋谣闹得不开心 可就是因为陈景辉的掉以轻心 让宋谣拿到了他的犯罪证据 在陈景辉的就职典礼上 称歌也如约来到集团 可是他在进门的时候 就被宋谣的团队给截胡 带到一个会议室 宋谣借上厕所的功夫 陈哥从没打算把视频证据交给他 他这次让宋谣过来 就是想实行报复 门外保安准备破门抓捕宋谣 他的小伙伴已经全部暴露身份被抓 就在这危急关头 纪承川突然出现在会场 他上来二话不说 就拿刀挟持陈景辉 接着把人带到楼顶 威胁让他主动去警局自首 纪承川之所以采用这段极端的方式 就是希望给宋谣 争取拿到证据的时间 果然宋谣没有让人失望 当警察出现的那一刻 陈景辉以为警察是来抓捕纪承川的 没想到竟是抓捕自己的 到此 纪承川和宋谣 终于将15年前的真凶绳之以法 结局陈景辉被捕入狱 纪承川因为持刀恐吓他人 被行政拘留15日 不久之后 纪承川被董事局认可 成为了成天集团董事长 宋谣和小伙伴 重新开始经营起鲜花店 结局中 纪承川把宋谣带到一个电影院 他终于帮助宋谣 实现了观看星空的愿望 两个人紧紧拥吻 结束了这段精彩又浪漫的故事 镜头一转 宋谣又回到了现实 他终于完成这篇 有悬疑有行真 有爱情的长篇小说 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主编的认可 主编打算把这篇长文小说进行出版 而在出版之前 宋谣还需要把小说再修改完善 最近出版社又来了一位新人 这位新人可以帮他拓展下写作思路 当新人出现的那一刻 宋谣整个人都惊呆了 我是卢主编介绍过来的编解 我叫秦浩